国民党金门立委党内提名登记 到4号下午4点截止 原本第一天只有现任立法委员 陈玉珍来登记 但现在突然半路杀出陈咬金 也就是金门县议员李应文 也来到党部登记初选 可以看到他今天是穿着红色衣服 来到党部登记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有很多乡亲来跟我讲 那我们不要去做违反党的规则的游戏 所以他们劝我说 还是要按照党的制度来走 既然他已经开了这个制度 我们就按照这个制度来走 当初现任立委陈玉珍是认为 国民党内都应该公平公正举行初选 而议员李应文也提到 距离参选登记不到20天 质疑陈玉珍到现在才抛出建议 有点晚 选前不到70天 金门地区过了国民党主委交接期后 党内不断有其他声音出现 至于立委到底谁代表参选 也得等初选后才有定案